兄弟们看,我们变成耳芒阿斯里的内鬼了 而且还有很多内鬼专属的道具 连血量都变成内鬼的样子了 我们是怎么变的呢? 这些道具又会有什么神奇的作用呢? 会不会秒杀墨影龙呢? 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吉祥兄 欢迎收看本期的MC规则通关挑战 咱们本期家的规则是化身内鬼 OK,从撸术开始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有意思的话 一定要长按点赞加关注啊 我发现咱们的团伙MC粉丝还是非常少啊 所以拜托了 那么我们要如何变成内鬼呢? 那就需要先做一套内鬼的衣服 大家先看一下内鬼的样子 红色的衣服还有一个蓝色的玻璃眼罩 那我们就试试用红色的羊毛做衣服 然后用蓝色的玻璃板做眼罩 玻璃需要沙子 别忘了顺便采集一个碎石 还有蓝色的花用来染玻璃板 红色的花用来染羊毛 最后就是屠杀小绵羊了 整整采集了一天呀 差不多了,先睡一觉 兄弟们,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我发现我们没有血量 这不会碰一下就死吧 咱们来试一下啊 在这里跳下去 哎,受到伤害了 但是没有死 这岂不是无敌了 应该不会啊 它只是隐藏了正常的血量 哇,终于找到村庄了 我都快走不动了 先不说有没有羊毛 但是吃的问题解决了呀 终于活过来了 我在村庄里转了半天呀 没有发现羊毛 但是发现了一个岩浆池 我感觉这个村庄的位置不错 不如我们就把重重点试在这里吧 这个,这张床不行啊 我怕被烤熟了 这张吧 不错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制作内鬼的衣服吧 搞一点岩浆烧玻璃 哎,这里有煤炭 正合适 Nice OK,咱们先烧制玻璃 我们最终是需要蓝色玻璃板的 那就先把染色剂搞一搞 蓝色的花可以做成蓝色染色剂 红色的花可以做成红色染色剂 八块玻璃应该够了 然后再把玻璃加成玻璃板 最后再把玻璃板染成蓝色 那么玻璃的部分咱们就准备好了 然后开始染羊毛 白色羊毛加红色染料 就等于红色的羊毛 OK,都准备好了 接下来就是制作内鬼外套了 八个羊毛加一个蓝色玻璃板 就等于内鬼外套 成功了 拿在手上,然后穿上 哎,啥也没有啊 还显示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我们只做了一个 还需要做两个 咱们看一下工作台 还有什么可以做的 哎,有了 内鬼头盔 还有一个内鬼内裤 来,咱们试一下都穿上 哇,出现了内鬼血量 这么多 还有很多的道具 身体也变成内鬼了 不过我感觉吧 这个模型做得不太好 就感觉像一个内鬼的皮 套在身上一样 你看,还能看到红色的内鬼皮肤 就像被内鬼附身了一样 有点可怕呀 再来看看道具吧 内鬼的刀 点击可以杀掉任何生物 但是是一次性的 这就有点变态了 咱们来看第二个 闪电之剑 召唤闪电来批所有生物 不会是落雷吧 那就有点鸡肋了呀 这个是什么 破坏 可以致盲生物 这应该是 Emaus里内鬼的技能 最后一个道具是 传送吧 就是在地上放两个 然后它们之间可以相互传送 咱们在另一边放一个 就在这里吧 OK,然后按Shift 就可以互相传送 怎么样 传送过来了 然后再按Shift 看 到这边来了 好像没有什么卵用啊 咱们再来试试这个闪电之剑 用了之后 全黑了 全制盲了 连我都制盲了呀 这个 有什么效果吗 这么长时间呢 不会全是黑的了吧 就一会儿 哇,怎么所有的生物 全都着火了啊 果然被电击了 这个可不激烈啊 所有的生物全都着火了 感觉对下界的生物没有用啊 对魔影龙好像也没有用哈 咱们来试一下这个小刀 一击必杀 本来还想留给魔影龙的 但是想想没啥意思 算了 果然是一次性的啊 没有了 诶,这是什么 还有永久隐身效果 我看着也没有隐身呀 这好奇怪啊 咱们再来试试最后一个道具 哎呀,不好意思,拿错了 这个闪电道具是真的猛啊 我周围所有的生物 全部被消灭了 只留下一地的残骸 你看 全部都没了 一个火物都找不到了 NICE 跑了很远 终于又找到火物了 咱们来试试最后一个道具 内鬼的技能 像个拳击手套一样 诶,这是什么意思 给它制盲了吗 哇 烟花呀 这个才是无敌啊 咱们再来试一下 打中生物之后它就不动了 然后等待一会儿就会发射烟花 不知道打一下 木影龙会不会变成这样呢 那不就是一个超大好的烟花了 大家先期待一下 我们一会儿就去试试看 那咱们就开始进去下界吧 看看这里有没有铁钉 诶,还真的有三个铁钉啊 哇 铁头盔 铁鎬 这个戴上铁头盔怎么成这样了呀 接下来咱们就去下界闯一闯吧 做一个铁桶 然后浇灌一个下界之门 Let's go 有了这个内鬼的技能 咱们的下界也应该是横着走吧 兄弟们我发现 我们还真的是隐身了呀 这些可怕的游猪都发现不了我 这我们精灵不就随便踩吧 这 用的石斧啊 唉 好了不玩了 咱们直接来掏箱子不就更好吗 诶 我掏箱子他们居然能发现我 那你就是找死了 直接让它放烟花 这边有一个 这边也来一个 只要碰到他们 他们就不动了 然后一会儿就放烟花了 和钥匙拿上 哇 听听这美妙的声音 这箱子里没什么好东西啊 就是弓箭有点用 然后拿个弩 哦 这里还有一个铁块 拿走 这边应该还有箱子 掏一掏 希望给点金钉吧 先把猪灵放了烟花 省得过来碍事 拜拜 对 钻石稿 nice 铁钉 哇 又放烟花了 这个箱子好多好东西啊 金钉 金块 黑钥匙 还有箭矢 全都拿走 有了这个放烟花的道具 咱们打这些烟烟人 还不是轻轻松松吗 直接一下一个 就等着看烟花就可以了 我有这么多血 也不怕你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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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爆了 快走 我就不给大家展示放烟花的过程了 咱们已经有十个烟烟棒了 可以走了 本来我还想自己去打猫灵人呢 一想后期可能放烟花不特合适 所以说咱们还是换吧 这样安全一点 看看有没有足够的猫灵珠 哇 最后一共是十八个 足够了 咱们赶紧去屠龙吧 迫不及待要看猫灵龙放烟花了 大家可以猜一下 这个道具能不能最后让猫灵龙放烟花 还有我们的闪电之剑 能不能摧毁猫灵水晶呢 去试一下 我们先来试试雷电之剑 能不能摧毁猫灵水晶 猫灵龙都被干掉血了 然后是猫灵水晶 可以的 很多猫灵水晶都被摧毁了 那么接下来就试一下 能不能让猫灵龙放烟花吧 机会来了 它落下来了 咱们还是在后面过去 然后打它一下 打它一下 打它 终于打到了 哇 直接就放烟花了吗 这也太帅了 直接一击秒杀猫灵龙了 这个道具做的非常有意思啊 不仅可以石亭敌人 还可以放烟花 OK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一定要长按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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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